龙珠超,悟空与天使还有多远?差距令人害怕? 随着悟空的实力不断提升,似乎我们比悟空更加自信,觉得目前悟空的实力已经非常厉害了,破坏神根本不在话下,甚至已经到了追赶天使的地步,若是能够发动十倍以上的剑王拳,甚至可以硬刚天使。 当然这仅仅是我们的猜想而已,悟空或许都没有这么大的自信,那么悟空的真实战斗力是多少呢? 下面我们用真实的数据来分析,检测悟空的战力数值。 对比悟空的战斗力,我们用被吉他战斗力数值来做对比。 当悟空完成自在极异弓之时,似乎深蓝被吉他根本没办法比,这个时期的战斗力差距还是很大的。 不过被吉他跟随比鲁斯修炼之后,可以完全掌控超蓝的战力,维斯感叹道,此时的被吉他与悟空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。 可以说超蓝发挥出全部的战斗力,适合以匹迪自在即义工的,超赛神并非那么弱。 即使是这样形态的被吉他,与比鲁斯对战之时,依然被比鲁斯亡虐。 之前超赛红已经达到了比鲁斯七成的功力,就目前的情景来看,比鲁斯只能说是打着玩,根本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战斗。 悟空等人的战斗力相差还是很远的。 至于维斯的实力就更不用提了,不论悟空被吉他怎么攻击,维斯总是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,根本不值得维斯认真对待。 维斯制服迪鲁斯只需一招,这差距不止1.2点。 由此可见悟空与维斯的差距不止1.2点,甚至比一开始率见弗利萨的差距还要大。 悟空与贝吉他目前战斗力已经提升到极限的极限了,日后的提升并不会像之前那么样,修炼之后战斗力击倍甚至几十倍提升。 悟空也很难像击败弗利萨那样,在瞬间爆发出超越几十倍的战斗力,只能1.1点提升。 就拿托魄来说,即使是掌握了破坏之力,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,自身的功力不足,会再多的技巧都是徒劳。 悟空最起码基本的实力要与破坏神相当,这样才会不惧派破坏神的招数,毕竟悟空的杀手锏也不少。 目前悟空与贝吉他的修炼只能说是浮于表面而已,只是学习破坏神与天使的招数,充其量只能当作辅助,遇到强大的对手若是依靠技巧依然会败倍。 目前悟空的战斗力想赶超天使的确相态很远,想要提升更快,必须在超级赛亚人与超赛神方面下功夫,单纯学习技巧是不可能长远的。 相比于赛亚人的形态来说,观众还是更热忠于超级赛亚人方面的提升。 期待悟空凭借赛亚人形态超越维斯,这样会让赛亚人的人气进一步提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